另外一个喜欢更著名的是他的古典吉他 你很难想象这句话是由肖邦所说的 世界上没有比吉他更美的乐器 钢琴之王肖邦所说的话 对他而言吉他是一个你很难美 美妙地去想象中的一种乐器 那么他跟小提琴钢琴虽然完全不同 可是至今他所扮演的一种特殊的浪漫气息 仍然不完全是钢琴跟小提琴可以取代的 我们在报道西班牙的经济之前 特别来到西班牙阿纳鲁西亚 也是整个古典吉他里头最著名的圣地 为大家报道当地的吉他 如果旅行是抒发奇遇的最好出口 还有什么比音乐更适合成为催情诱惑呢 尤其是充满异国琴调的西班牙吉他 西班牙吉他 就是一般说的古典吉他 在深夜的公园 点着蜡烛的复古式梁亭里 聆听吉他大师演奏 细腻的弦音充满想象 让女主角不知不觉 跟着目眩神迷 美国导演伍迪爱伦的电影 《琴玉巴塞隆纳》 聊播了不少人 都想到西班牙 找寻这个被天籁围绕的天堂 就着烛光 戳饮红酒 最好再谈唱恋爱 浪漫 是西班牙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城市生活里无处不在的公共艺术 就是触动新鲜的开关 真正的艺术不应只存在于博物馆 音乐厅 或是任何高高在上的殿堂之中 走在处处惊喜的西班牙街头 旅人很快就能明白 这个国度 为什么可以出现像毕卡索 达利这样伟大的艺术家 在佛朗明哥的故乡 也是古典吉他的故乡安达鲁西亚 与我们不期而遇的提诺凡德曼 是另一个深受金色西班牙启发的河洛人 周围人来看望 偶尔有人驻足鳞赏 不管有没有听众 隐身在一抹斜阳边缘的演奏家 始终不受干扰 一派怡然自得 笑起来还带点志气的提诺凡德曼 十几岁就开始学古典吉他 却一直到十年前 从荷兰移居西班牙后 才赫然发现历史优远的佛朗明哥艺术 对这项通俗乐器造成的巨大影响 没有古典吉他 佛朗明哥就少了一些动人奔放 没有佛朗明哥 很难想象西班牙会变成什么模样 跟着音乐去旅行 展开一场华丽的冒险 就能体会西班牙令人忍不住上瘾的 异国魅力